哈喽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来到了我的好朋友 他住在台南市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的领袖大楼 今天呢清晨一大早 我们到顶楼三十楼楼顶来看一下户外的一个景色 跟景观听说是非常棒 好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 好我们他有分四个区 这个区域是安平港的赏景区 好我们现在走进去 哇从这个方向看过去 可以看到整个安平港的一个景色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有安一大桥 还有水云间 还有林木梁的这个碉堡 都是隶属于我们这边 台南市安平区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景色 而且呢 又有大楼又有河流又有平方 整个view真的是很棒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个view 好我们再转过来这一边呢 就可以看到 这边是属于余光岛余光桥 这边就是属于更多海 更多河流的部分 这样子哈 好这整个就是我们这一边 可以看见安平港 好跟余光岛 岛余光桥这一边的整个一个view 真的是一山磅水 这边呢真的是 看见水 有建筑物在水附近 真的就是很开心哟 好接下来我们换个方向 我们来到这里是哪里 哦日出赏景区 这边是来看日出的啦 那么从这个方向呢 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整个一个日出 我们就说日出东山 所以呢 这个代表这边是东边 Right OK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整个 哇好多房子 你看 哎 现在太阳很早就起来 所以其实太阳已经缓缓的上去一些了 如果你要看见海平面 日出东山的话 可能5点就要过来看了 因为现在是夏天 所以呢日出很早就出来了 夏季呢 比较 的话 夏季的话 白天比较长 夜晚比较短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整个view 哇 都是满满满满的一个建筑物 真的是 目不暇气 真的是非常中光 好 现在风有点大 所以我们看见 好 风在吹 好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日出 真的好漂亮哟 好 接下来我们换了来 第三个方向 我想它这有四个方向 在第三个方向 就是我们的一个市井的一个赏景区 我们这边可以看见整个台南的市井 然后台南市市井 这样听得懂吧 就是说整个台南市的部分 因为毕竟安平是比较靠海的靠野水的部分 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呢比较偏台南市中心市井的一个整个有view 也是有河流 也是有核流 也是有树木 也是有建筑物 也是很漂亮 是不是 是不是 哇 整个都建造得非常整齐 这边也可以看到日出也 不过刚才那个方向看日出是更加明显 反正它这整个四个面都是非常的饰演 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咦 我还看见小鸟飞过去呀 真的很棒 真的是看的星光神异是不是 来 我们现在来 看一下 这有一个这个中心 是烤肉架 我朋友跟我讲 他们底楼可以烤肉耶 有没有看见 这洗手台在这边 烤肉架真的很方便 不怕 不怕 那个 哦 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 台湾这个市景的赏景区 我们整个呢 连贯下来的 哇 真的非常棒 一样可以看见我们的远山伴水 日出都是非常的景色 野人非常的棒 这里的整个view真的很棒 平常呢 没有住这边是没有机会上来的 我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来拜访我的朋友 居然可以上来点楼 看起来这么漂亮的一个view 这里是哪里 就是我们台南市的安平区永华路 这边 好 这边整个可以看见我们台南特色古迹啊 一载金城啊 这个古庙 这个其实最主要还是能看见我们这个安平港 是不是啊 这个非常棒 这样子是非常的值得 好 我们看一下远处的山水 还有建筑 听说在台南只要住大楼的都是好野人 都是有钱人都是富豪 因为呢台南的大楼不多 大部分是平房 所以呢能见到三四十层楼的大楼 然后也居住在这边 真的是没有三两三不能上梁山 你说是不是 好这整个view呢让大家回味一下 真的是 但是真的难怪台南要说是古迹 古城 然后吃的也多 好玩的也多 真的是要多来台南走一走 台南这些是好地方啊 真的可以玩的可以吃的 因为古迹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安平港是一种一大特色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古迹 很多的特色 很多的景点可以让我们大家来参观 而且看这整个台南市的一个 俯瞰台南市的一个事情 这个view真的没话说 而且这才三十层楼 看下去就是不得了 很棒对不对